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落地就要来到这里 就是这样有两排的集装箱的位置 然后走到这里 打开背包 将我们的臭鞋脱下来 然后 嘿嘿啊 从这个位置看你就能发现 这双鞋就像是这门后面藏了个人 现在来模拟一下敌人视角 哎呀 这门后面还有人卡视野 嘿嘿嘿 太年轻了 被我发现了 你还想跑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到这个集装箱里 埋伏敌人 这就是另一双鞋衍生出的钓鱼战术 接下来就只需要用冲锋枪或者手枪 来单点引诱敌人过来了 来了来了 好 那个小人机敢秀啊 那么这次我们打算换真人出镜 看一下效果 啊 简直天衣无缝 好的 开始埋伏 老哥 不安套路走啊你 各位各位 别走开啊 下个技巧行不通 咱们还有第二个技巧 我们只需要像这样 把小轿车撞翻 这里注意 千万不要直接把帮门开上来 得现在轿车稳住 这时候再慢慢的退回来 把车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直接纵身一跃 踏到轿车的顶上 接着像这样一趴 身体的大部分面积就藏下来了 有新提示 马沙拉蒂能将身体全部隐藏 毕竟冲了前确实不一样 至于这个头盔有点显眼 大家可以换那个蒸汽蟹的头盔 也可以使用圆皮肤 或者像我这样直接摘了 然后这个发型还是有点显眼 问题也不大 发型也摘了 像这样一个光头 才能完美的和车融为一体 在这上面一人 岂不美滋滋 那么今天的吃鸡小骨头 就笑嘴了 我是鸡大宝 咱们下期见 拜拜